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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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握着茶杯闭上眼睛响了响 院子里沉默了半声 他才开了口 我那年收的几个弟子里 林冲是最有天分的 他招式练得最好 与师兄切磋时 挣得也是最多的 陷入回忆的老人 微微抬起头 缓缓地说着 他与大家关系都不错 与你也常常有来往 可我并不喜欢他 他不知道这件事 但你问过我一次 你还记得吗 葫芦想了想 点了点头 记得 当时主人您只是承认自己不喜欢他 却没有说理由 我便以为是林师弟私底下 品行不多 被主人您知道了 也曾疏远过他一段时间 但后来 我暗中观察了许久 发现林师弟品行并不坏 便以为是主人您对他有什么误会 你是他们所有人的师兄 跟在我身边也最久 自然能看出我的好恶 可这件事 你却是猜错了 其中缘由当年我不方便讲 如今 你可看出来了 是因为林师弟的性子太懦弱 他落草为口 杀了这么多人 性子也不能说是懦弱了 周同摇了摇 随后 随后睁开双眼 他的心里少了一把刀 福禄文言迟疑了一下 我记得当时您一直说 习武之人要藏刀 是啊 习武之人要藏刀 周同叹了口气 此时茶水已煮开 他提起茶壶 开始侦查 茶香在院落里弥漫 我弟子中多 其中最不缺的就是耗勇斗痕之人 若我教出来的人只知倚仗皮肤之用 动辄打打杀杀 那又算什么东西 所以史文公武艺最高 我却实在不喜欢他 唉 史文公 他名字里有识有文有功 我当初还以为他是性情谦和之人 而林冲名字里 虽然有个冲字 实际上却是恰恰相反的 他放下茶壶 正是因为不想他们直知事物行凶 当年我才对弟子说要藏刀的 乃至告诫他们人无可忍时 也得再让三分 因为他们总是在还可以忍的时候 就觉得自己已经人无可忍了 可林冲是富家子弟 悟性最高 却早早知道了规矩的厉害 所以他习武天分再高 我也只说他不过是架子好 我让他们藏刀 是怕他们力气太重 可若心中无倒 习武之人又算是什么呢 林冲太规矩 所以我也不喜欢 只是当时我却不好把这话说明白 福禄想了一会儿 叹了口气 唉 其实 林师弟当时也是很豪迈重义的 因此大家才喜欢他 周童摇了摇头道 一气豪迈 那不是刀 只是一个人的性情 潘大师曾经对我说 若想要让世道变得更好 闻人心里得有一把尺 这刀 用之丈量适世之心 立定规矩 而武人心里 要有一把刀 这刀太力了不行 但是没有也不行 当那些规矩老了 不管用了 世道也走差了 武人就要用刀把它斩断 如此 方会有新的规矩诞生 他低头看着杯中的茶水 所谓皮肤已弩 血见五步 习武之人心性最是敏感 武人心里的刀 就是良知和血性 对便对 错便错 闻人离定出规矩 可他们只会羞羞补补 做错事之后 只知推诿 不知改过 而良知血性最为直计 错了便是规矩出了问题 所以该打破它 造出更好的规矩 所以豪迈不是刀 刀是对错 是大智大勇 是杀规矩 因为走投无路 所以就落草为寇 所有人都会这么做 所以那不是刀 随波逐流不是刀 说他人不去做不敢做不能做的事 那才是刀 心中记着道理 却只说自己被逼无奈不是刀 道之所在 虽千万人而无王矣 那才是刀 林冲心中无刀 被逼到绝路 却还只敢活在规矩里 他只知道走投无路时 落草为寇就是规矩 落草为寇时 滥杀无辜就是规矩 而只要有规矩 他就只知道跟着规矩走 他杀人造反 连皇帝老子都不要了 却没有胆量打破心理的规矩 武艺再好 就有个屁用 废人一个 老人一饮而尽 将茶杯重重地顿在桌上 虚发半白的脸上有着明显的怒意 葫芦默默点了点头 心中却叹了口气 老人虽然嘴上说不喜欢林冲 但在得知林冲的遭遇后 却为他做了许多事 今晚甚至还放下身份 请求宁丽恒放林冲一条生路 佛芦知道老人其实对那个宁丽恒并没有什么好感 而以他的性格既然出口相求 那便是欠了那人一份人情 对于老人来说 这实在是很不容易了 而当初得知史文公的死讯时 老人只是淡淡地哼了一声 此后再未理会 他心中的远近好恶 可想而知 而从另一个角度看 林师弟虽然心性软弱 但他自小一帆风顺 后来取得如花美倦 又在禁军中担任教头 若没有后来的变故 人生也算得上十分美满了 此时老人怒其不争 又何尝不是为这吃人的世道而愤怒 夜色深邃 老人在院子里又坐了一会儿 忽见有一只鸟儿飞入院中 福禄伸手接住了那鸟儿 朝周同点头说了些什么 随后主仆两人便熄灭了油灯与炉火 离开院子走到县城外的一处小树林里 不久后有四个人走了过来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名中年妇人 在他身后则是一名鱼猴打扮的男子与两个随从 那夫人走到周同身前叫了一声 夫人 周同点点头 他身后的鱼猴也连忙上前拜见 陆前见过周大师 已经这么晚了 不知找我等前来 心话就不必说了 周同背对着他摆了摆手 高太尉交代的事情 我已经办妥 啊 那宁禄二人真的已经 老夫尚有一事 要托陆渔侯转告太尉大人 你去过来 我说与你听 是啊 周同乃是武林第一人 性格傲慢些也不足为奇 他从一开始对陆前等人的态度就不甚客气 陆前说话时曾经好几次被他打断 此时也不以为意 拱了拱手便走到周同身边 周同背负双手 看着夜空沉默了片刻 终于开口道 那个号称花花太岁的高崖内 他看上的女子 都是你卢去供他淫乐的吧 陆前唯唯一愣 林冲本于你是好友 但高崖内看中了他的妻子 你便设计陷害林冲 还要害他性命 是不是 陆前见周同转过身冷冷地看向自己 右脚下意识地退出一步 在下 无耻之从 周同一掌拍下 陆前想要躲避招架 然而全身却被周同散发的杀意所死 根本无法动态 众人只见周同扬起手掌轻轻地拍在陆前的头顶 陆前浑身一震跪倒在地 随后砰地倒在了地上 再也不动了 岂能留你 陆前的两个跟班已经下得牙关打颤 你 杀了 文英福禄 将他们杀了 处理一下 周同理了李衣袖 背负双手转身离开 福禄身形未动 名叫文英的中年妇人一甩手 两只飞镖已经插在了两人的脑门上 周同停了停 转过头来 对了 陆前已死之时 尽量不要让旁人知晓 福禄拱手道 是 交代完这句 周同便转身离去了 妇人偏了偏头 杀了太尉府的人 自然不能让人知道 主人又何必特意吩咐 他名叫左文英 与福禄 原本都是周同的仆人 后来便嫁给了福禄 只听福禄说道 想来主人 想来主人 是想让林师弟 以为仇人还在人世 多少能有些奋起的动力 左文英摇了摇头 你总说 你总说那林师弟不错 我却瞧不上他 被逼得家破人亡 却只知道落草为寇 这样的性子 也配做男儿 福禄 福禄叹了口气 哎 主人也是这么说的 他一边将尸体装到麻袋里 一边将方才周同与林冲见面的过程 告诉妻子 说完后又不禁有些唏嘘 唉 林师弟自小 世事一帆风神 又向来是无欲无求的性子 忽然遭此横祸 一蹶不振 也是人之常情 主人虽然这么说了 但也未必没有魔力林师弟的意思 只是这样的魔力 一般人未必能受得住 他如今必是尸魂落魄 能不能活下去都是未知之数 若将主人后来那番话明明白白地告诉他 他或许还能有活下去的勇气 你总是这么婆婆妈妈的 他被逼到绝处由不能自行 主人的几句话又有什么用 就算他因此想通 也不是他自己的领悟 左文英文言一抿嘴 然后摇了摇头 而且 照我看 你根本就是想差了 完全没有想到最重要的一点 哦 佛路皱了皱眉 看向妻子 他乃是周同的弟子 左文英 将一只装着尸体的麻袋 踢到湖里 扬了扬下巴 目光中尽是凛然的奥义 他是天下第一人的弟子 做什么都可以 哪怕躲起来都行 就是不该去落草为寇 他既然是周同的弟子 便该在大是大非上 对自己要求高些 整日里说着大是大非 不忘道义 却又拿迫不得已 为借口去作恶 这样的人 要死便死了吧 哼 佛路看着一脸激愤 与不屑的妻子 笑着点了点头 果然 还是你最明白主人的心思 确实是我想差了 不怪大家都说你 巾帼不让须眉 我的性子确实有些软了 就像主人说的 心中没有刀 这实在不好 听他这样夸奖自己 虽然已经是老夫老妻了 妇人脸上还是微微一红 好在黑暗中也看不清楚 你心里有刀的 我知道便行了 片刻后又加了一句 主人也是知道的 第二天上午 陆续有人赶到夷元县城 与宁毅会合 宁毅与他们商议着 如何善后的事 偶尔去隔壁的房间看看红蹄 道德这天中午 周同主仆离开了夷元县 不过在离开前 却似乎对红蹄说了些什么 让红蹄有些闷闷不乐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坠序》第448章 要多少斑驳 情态才会如枪 坠序 作者愤怒的相交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却安安